哈囉各位 剛剛壞亂都更新了 那因為有點感的關係 所以這部片應該是不會去上字幕的 在剛才呢 壞亂都做了兩個小的調整 第一個是梅格的 第二個是甲姬的 我有點意外啦 問官方怎麼會這麼臨時切記 迫得去平衡性這兩隻角色 在昨天 也就是剛才 我的梅格影片裡面 大致上注意力也都是在梅格和甲姬這兩隻角色上 因為屬實來說 他們真的是有一點過強 尤其是甲姬的部分 不過這裡外插一下 在昨天影片裡面的1分13秒左右 那幾句話好像有點失言 我的意思大概是呢 在玩現場遊戲裡面的過程 比起黑皮膚的角色 我更愛使用白皮膚的角色 有個人喜好問題啦 不過這幾句話好像有點讓人覺得是種族歧視的問題 所以呢 主播又失言了 下次講這種話的時候 還真的是需要多注意一下 不知道正題 那來稍微看一下這隻臨時維護的東西 第一個 甲姬的生命值從7000點下降成6440點 然後傷害從1792降低成1644 但防護頭盔的這個能力減傷提升到了15% 首先 甲姬的血量被砍了快要600滴 要形容這個影響有多大呢 一比一來看 大概就像今天的攻擊 從1500多被砍成1400那樣 差異性並不小 尤其身為一隻要先承受傷害 才能去靠近敵人的角色來說 那個影響就更大了 普攻傷害的部分也有點誇張 砍了快要150點的傷害 150點感覺好像不多嘛 但其實 壞亂鬥的傷害全部都要先乘3去看 因為貼臉互相扁三下是最常發生的一個情況 150把它乘3之後就是少了450點的傷害 那我們再把甲姬目前的傷害1644去乘3的話 會得到4932這個數字 以前甲姬三下打完大概是537多吧 那現在只有4900的話呢 就沒有辦法秒掉邪鬼和雪莉這種類型的角色了 本地之系的部分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以前甲姬就是因為反傷太弱 減傷太強 所以才把減傷降低喔 然後把他反傷大幅的buff 那這一條呢 不得了了喔 全世界變成自帶反傷的能力 那甲姬為什麼在這個版本會這麼臨時的被下修呢 最大的原因其實就是因為在這次的更新 他的大招被大幅度的buff 現在的大招可以秒開秒吸 那這點以前是辦不到的 以前甚至你在原地開大 要把敵人吸過來 還會有延遲呢 那現在根本就不會 你可以直接開大觸發護盾去扁人 或是當作強控去進行一波操作 像昨天的直播 我實在他玩甲姬就秀爛嘛 因為現在的甲姬真的是有夠強 所以對甲姬進行一個立即性的調整 我認為並不是不好 畢竟你可以從這兩三次的更新裡面去看到 Super Sale目前對於花園亂鬥營運的方式 讓我們現在的方針更傾向於把平衡性的部分做得更好 舉個例子喔 這幾次的平衡性更新 官方都有特別把調整的原因打上來 然後又有強調說 他們會希望能力執行的選擇是5050 而不是一面倒 那也可以看到官方確實這麼做了 你看那個學弟的配件 他爛了整整一年半才開始重作 所以不難去猜測喔 負責幻亂鬥決策的人 可能換人了 那幻亂鬥他並不是一個很吃操作跟細節的遊戲 比起大部分的禁忌所有來說 幻亂亂鬥他真的非常的簡單 你不會因為前期的操作失誤導致讓敵人滾出血球 反正你復活之後跟對手又是平起平坐 所以變相來說他們每次的更新影響都超級大 原本應該被冷凍到爆的角色 突然就直接解放 變成必出 像是使徒原本被砍爛了 那新增了一個武裝配件進來之後又直接起飛 或是布洛克他的武裝配件的傷害從3000 啊砍回去2000 後來又變相提升成2500 現在要變回1600 完全沒有意外的傷害 那要更扯的話還可以提到科特他的穿甲銀彈 我自己玩過的遊戲不敢說很多 但我真的從來沒見過調整幅度如此值大的遊戲 後來亂鬥是第一個啦 真的沒看過有其他的遊戲能有如此巨幅的調整 再來看一下第二個調整喔 是這次的新角色 梅格 官方呢 他把梅格的大招大幅度削弱了 首先你在開大過程中 如果被敵人打死了 那個大招充能一條會歸零 之前是不會的 你復活之後還可以開大 這就還蠻不合理的 所以這個調整 我個人認為是非常好的一個調整 再來是當梅格他的機甲狀態被摧毀之後 變回人形態時 他的彈藥會歸零 這個影響就超級大了 因為梅格他的人形態有夠弱 傷害只有800多低 但是目前當下梅格會強勢的點就是因為 他變回人形態的同時 他可以馬上在A3下再度進化 那現在呢 可好了 變回人形態之後完全沒有子彈 這就很尷尬 因為你沒有辦法操控說自己機甲什麼時候會爆開 所以他就是一個很不穩定的因素 那我們再來看第三個調整喔 梅格退出機甲狀態之後 他需要很長的時間才可以回復生命 這個配合上前面那一點就又更尷尬了 退化之後憑A3下可以進化 還有立即性回血 這兩點都是我在梅格介紹裡面有特別強調 他為什麼會強勢的地方 現在呢 真的是可好了 你除了要退回掩體後面呢 你還要等回血 再加上梅格退化後的血量是依照進化前的血量去根據的 雖然目前並不能保證在這次的調整之後 梅格在實戰上面到底會不會變廢 但是我可以確定的是 梅格他量了一半 那這部影片要說的大概就是這樣啦 有點可惜喔 可能會有很多人沒有玩到這麼強勢的梅格 因為官方這次更新的速度實在是太快了 剛好調整到的角色也都是我想要玩到的 還有另外一部梅格的新的影片呢 胎死不中 想當初穿甲銀彈塔誇張到不行的時候 官方他們調整的速度都還沒有這麼快呢 好啦 那這部影片就這樣啦 下次見 掰掰